- 出品的作品 哈欖玩玩玩! 大家好我是小艾 快來快來小艾的2世紀NOT INCLUDER 好久不見了各位 我已經快忘記要怎麼做影片了 那這次回來呢 終於第2系推出了 前面其實我一直都沒有什麼動力去玩缺氧 畢竟一款遊戲玩久還是會利的啦 那這一次DLC回來,又給了我一些機會啦 那我做影片給大家看這樣子啦 不然其實之前我真的沒有什麼動力去做 那也有很多支持我的觀眾啦 那真的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 那我也非常不好意思啦,燒失了一段這麼長的時間 雖然中途有在玩其他遊戲啦 可是...嗯...總之就是我回來了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來玩這個缺氧的DLC喔 那其實在之前我已經有開兩次直播來玩那個類車的時候 現在這個DLC是屬於在公測的階段 就是公開測試階段 那公測就是說官方並沒有足夠的資金 把整款遊戲開發完才能發佈吧 所以他要用公測搶先體驗的方式 讓這款遊戲可以出得更好 反正是你給錢他把遊戲出好這樣子吧 沒辦法啦 這個因為Clay只是一個小公司嘛 我也很樂意付這筆錢給他把這款遊戲出得更好 可是千萬不要因為我的影片或是我這支影片 然後就跑去買這個DLC 到目前為止我也沒有完全體驗完這個DLC喔 就算在內測的時候我也保留了至少50%的內容 想讓我就是這個系列玩的時候慢慢體驗這樣子 所以也沒有百分百保證說這個DLC一定會很好 至少以目前來看他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就是我前面說的那50%體驗裡面我還是覺得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存在 所以先不要那麼急著去買這個DLC 啊當然如果你本來就是忠誠的粉絲 就是這款遊戲的忠誠粉絲的話那賣不要想賣就對了 好那我們直接開一個新的遊戲 這個上面這個223周是我淚測的時候玩的 那如果你們不想被劇透的話就不要去看那兩個直播 之後我也會把它拔掉 那這個這次游玩這個系列呢我也不會用教學的方式 應該會用游玩慢慢游玩慢慢探索的方式來做 這樣子會比較沒有限制我的題材啦 當然我自己的風格還是會邊玩邊敲一些我會的 可是就不會像之前一集他都是教那個內容 那這樣子就不會限定我這一集一定要幹嘛這樣子 不過這樣子就變成說我一直游可能會沒什麼內容 就單純游玩這樣子 那這個就請大家見諒吧 那我們不多說廢話啦 就直接開始新的遊戲 然後這邊選生存 之後這個就是DLC的那個新的星球了 那目前是沒辦法選擇星球的 他預設一定要你用這一顆 那這邊還有五顆呢是透過這個有一個新的火箭系統 然後去到這些星球上面拿來支援 他其實是原本的一張地圖被分成了很多份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我現在那麼多星球不是會很卡嗎 其實不會因為他其實都在同一張地圖裡面喔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這邊有點難解釋喔 那反正我們就開始這個新的星球 那一樣到我們這個選角色的部分喔 角色的話目前他這個更新 呃不只是DLC吧 應該是原版的更新也會有改動吧 就是他這個上限變多了 之前最多是7嘛 現在可以去到 你們有興趣可以找找看 應該可以去到10幾吧 欸他這邊也有加的 可是他沒有在上面顯示 所以這個其實他真的是整理 單單是整理這一項就加了11 反正就是他的上限變多了 現在他的單項的那個能力會變多這樣子 我們選一個研究的 然後看他要嘛就是單研究 要嘛就是配一個還算是不錯的屬性 我覺得研究通常也不能在幹嘛 研究就很忙喔 不過我覺得可以給他一下那個供應的部分喔 因為他們最終都要穿那個太空衣嘛 所以喜歡供應還是不錯的 有有一個供應 冷漠 會減這個字樣 喔目前用那個簡體的中文喔 就是關中喔 之後等那個繁體中文的模組包座 做好之後再考慮換到那邊 然後這邊我們選一個挖掘 挖掘工 然後他要配一個建築供應 不是不是是供應操作這樣子 這是一個標配的小人吧 這在我新手教學裡面有講過 挖掘供應操作 欸剛好喔 那他這個還好 這個是很容易生病而已 沒關係 之後我們還需要一個 用一個養動物跟龍座 供應也是要可以的話 我們預設三個想要刷好一點啦 欸我發現我沒有選到這個欸 我們都選放木 啊現在也多了一些很有趣的新的副校喔 有興趣的嗎 你可以刷刷看喔 這邊就先不多講了 不然就不要講到什麼時候了 欸放木供應操作真的那麼好 可是力量減3欸 這個有點嚴重啦 欸不過他供應這邊又會加回3 所以應該是可以抵掉吧 然後後面再練回來就好了吧 反正前面他的工作也跟力氣無關嘛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 那這個基地叫什麼啊 這叫基地吧 哈哈 我覺得我們就叫DLC基地 OK就這樣子喔 很難得改名喔 喔那 觸動 觸發觸發 不是觸動觸發 OK 那 這邊是這個DLC的 預設的那顆星球喔 這個星球上面呢 多了很多一些新的 也沒有很多啊 多了一個 欸真的翻譯叫 泥巴 然後 對這個新的泥巴 可以把它 用新的機器 變成 泥土跟水 也多了一個 新的 烏泥巴 烏泥巴嗎 這是泥巴 對應的污染版本 污染泥 污染泥 污染泥這樣 對 你看這個濕濕的 為什麼濕濕的 因為他在 他在施放污氧喔 他這就是這個 污染泥喔 然後這個是 污染土啊 這是小人 拉出來的便便 所以 我們在玩 封測的時候 都會稱這個叫 便便星球啊 便便星球 是個戲稱啊 我個人覺得 他就是 把預設東西 反轉的一個星球 因為 我們預設星球 有那個 以前的預設星球 有那個 泥土嗎 有那個水嗎 可是這邊 幾乎沒有泥土 然後也沒什麼水 有的是污水比較多 哇 有的都是污水比較多 哇 這個魚好多喔 然後還有一些新的動物啊 這些動物到時候 在講 哇 這個噴泉有點靠近啊 我這營地被壓縮了 這樣子 哈哈 營地也不用蓋太大了 因為我剛才有說過嘛 他為了 讓那個 多星球發展 讓你的電腦 不會那麼卡 他就把 原本的地圖縮小了 所以這張地圖 這邊差不多都是鏡頭了 嗯 地圖其實沒很大 大概就這麼大 這樣子 旁邊這邊呢 他是用抹黑的方式 抹黑的方式 好像有點怪怪的 反正就是 呃 你看不到的方式 放著2號星球 3號星球 4號星球 所以他本質上 都是同一張地圖 只是你要切換到那個星球呢 你要在這邊 看到出來之後 你才能看到 那個星球有些什麼 那這個要 蠻後面的事情 這邊就 先不多做講解了 來我看一下 我們 中間還是留個9格吧 因為 這樣子可以 蓋個16格 64格的房間嘛 對 64 啊現在還可以看到這個格數 變得方便 蠻多的了 那 這個 DLC啊 他其實 遊戲難度 降低了很多 因為 我剛有說嘛 這污染土會施放那個 污氧嘛 所以 前期基本上 你不需要產任何的氧氣 這個污氧就足夠你 讓小人去枯吸了 可是問題是小人枯吸 污氧的話 會有這個 肺部不吸的 效果 會讓他氧氣消耗率 增加這個 30克每秒 等於就是加30%啦 因為他本來是100 現在變130 就加了30%的氧氣消耗 可是其實也還好 因為 污染泥土真的很多 那個叫什麼 泥巴 真的很多很多 你完全可以讓 小人從頭到尾 都吸這個污氧喔 剛剛如果你有 強迫症的話 我啦 我會 之後會把它換回 那個存氧啦 不過 也不用那麼急 也不用那麼急去換就對了 哼 來來來 我們 我們 在上面 啊 我們第一天還是比較重要的那個廁所 還是要先伸出來齁 差點忘記了 欸 先蓋這邊吧 蓋個廁所 前期的水比較少喔 嗯 那後面要用那個污水轉回來喔 所以 前期的水要 欸 如果你只是供應廁所 他應該是還好啦 不過 如果 要來供應那個研究的話 會有點吃力啊 不過我這局開局還是蠻不錯的 水還是算多啊 啊 好一點就是 這個 泥巴啊 他是 掉落物 他是跟沙子一樣 是會掉下來的 所以你在挖掘的時候要小心 比如說挖開這些地方 那個泥巴掉下來 你的水就淹下來了 這個 注意一下喔 這個也是新的金屬啦 菇礦 這變異啦 這沒什麼好講啦 就跟 以前那個鋁礦 出現的時候一樣嘛 就代替銅礦而已啊 好像這一塊就只有菇礦啦 外面好像會有一些 對 這個有一些銅礦 之類的吧 有有有 還是有一些銅礦 嗯 有一些新動物在這邊 最後再解釋吧 然後 這邊應該是那些烏羊 那些泥巴在產烏羊 新的 新的動物 新的植物 新的植物 新的植物是新的食物來源 這個 這個也是食物 這個是以前的 快更的異變版本 我比較想處理這邊 該不會是梯子 有點強迫症 嗯 應該是可以啦 挖開這三個 然後我就可以在這邊補一個磚塊 慢慢補 補下來 好吧我們 我又要蓋回我 那個 新手教學 原用至今的 那個 行眾了 那個基地 不過也不會蓋到太大啦 中間應該會原用吧 16格 可是外面這邊個人就不會啦 畢竟這邊已經到 那個 低溫眼水噴口 12格而已喔 嗯 再算了再算了 我們的研究員是交給他 OK 挖掘工是他 然後你先去整理 因為廁所 之後沒事做了嗎 來來來 這邊梯子繼續搭 先挖一些空間出來啊 喔這裡就小心喔 這裡 這裡挖開這個 籬巴就掉下來囉 污水就流下來了 不過我們還是要做一個 存放污水的地方 唉唷這邊 差點就出意外了 這邊可以流下來了 好吧我們先往下 把這個污水引下來喔 我們這邊先做一個污水庫 這個呢 嗚嗚 這個水壓 要爆了 這裡快快快快快 要把那個污水吃掉 這邊要爆開了 要爆開了 要爆開了 滿滿的烏陽喔 真的很像變變星球 受困 現在還會有這種提示喔 資源列別更新了 現在可以從這邊 欸 選著你想看的資源這樣子 不過目前也沒什麼需要留意的啦 對 那就先這樣子 那 這邊梯子繼續 流梯 蓋一下 挖一下這邊 剛好這邊那個水庫把它挖開吧 之後差不多就可以開始來蓋一下這個 研究台 來 今天可以加小人喔 我們可以 看一下會不會有好的 多加個意味喔 前面食物的部分其實 它的這個 甜心菜啦 它現在翻譯叫甜心菜 還算滿多的 所以比較不用擔心 食物不夠 啊我們一開始研究最缺的不是水啦 一開始研究 最缺的是那個里土吧 來看一下看一下 里土 應該有挖到一點點啦 就7.9噸而已 就真的一點點 那可是 第一層研究基本上都是里土 所以我們還是要先研究這個 這邊 先研究這一項 可以拿到堆肥 可以拿到餐桌 用個餐廳給他們 之後還有一個新的機器要研究 在哪裡啊 在這邊 用這個機器可以把那個 泥巴換成泥土喔 那有這個邊邊的都是DLC的裝置這樣子 來來看一下 欸 嗯 都沒有好的餒 嗯 那我們要這個啦 內一門還是可以內印出 一些 這個星球沒有的東西啦 這里土真用得很快喔 有了有了 剛剛7.9噸你看 研究一下就沒 快沒一噸多了 喔 這裡有一些里土 挖掉挖掉挖掉 那也就十幾噸 跑個三四個研究就沒了 然後堆肥也好啦 嗯 堆肥還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他每次只會產生 十KG 每次十KG 每次十KG 所以當如果你研究在齊區運行當中的話 一直缺泥土的話 就十KG 十KG這樣也運過去 會很耗時間 所以不能靠他來 當那個 泥土來源 不過我們這邊 先蓋個餐桌 然後 也差不多了 我覺得今天 嗯 基本的設施蓋出來了 那我們這一集 就先玩到這邊吧 那喜歡影片 請幫忙按個讚 如果你們想看到最初的更多 二十KG呢 可能影片就記得訂閱我 或者有什麼想法 不等於放在幾下呢 我是小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再見